1950年面对国家领导人 进行参加周年国庆观礼的邀请 布朗族投人苏里亚 为什么深感害怕 布朗族如何加入祖国的大家庭 开始了跟党走的步伐 70年的发展与变迁 怎样让他们坚信脚下的道路 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云南省井脉山芒井村布朗族村寨 81岁的苏国文早早地起床后 喝上一杯布朗族传统考察 准备迎接布朗族最盛大的节日 山康节 布朗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西部 锦兰沧江下游的山岳及丘陵地带 常年聚居在中缅边境沿线 布朗族以茶为生 以茶为信仰 相传布朗族是最早发现和学会种植茶叶的民族之一 每年四月中旬 芒井布朗族村寨都会举行山康节 纪念茶组 所有的村民要在这里集体去拜茶组 也就是魂 是我们的灵魂 在那个呼唤台上 有呼唤茶魂 然后就进行了大的狂欢的表示 因为有了茶叶 我们才有今天的这个美好的生活嘛 苏国文作为芒井布朗族头人的后代 担任着重要的祭祀主持工作 欢快的场面让苏国文颇为感慨 今天的布朗族安定祥和生活富足 然而在六十多年前 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解放初期 苏国文的父亲苏里亚 身为芒井村最后一代布朗族头人 中日为布朗族的生存发展忙碌着 一天一张邀请函送到了他的手里 面对这封邀请函 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新中国刚成立时 远在西南边疆的很多少数民族 并不了解新中国 由于长期遭受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 让他们对新中国充满戒备和疑虑 外部的势力还像是厉害 然后内部的国民党那些长渣都在活动 虽然在老百姓的当中还不知道 到底我们要跟谁走啊 左脚是境外 右脚是中国 此刻布朗族的选择决定着未来的命运 1950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中共中央决定邀请全国少数民族代表 到北京官吏 亲身感受中国大地上发生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 苏国文的父亲 王景布朗族投人苏里亚 正是受邀者之一 这些投人不敢去 包括我父亲也不敢去 他去回不来 或者是人质把他扣留下怎么办 还不知道共产党到底干的是什么事情 不知道 面对种种困难 蓝仓县委专门成立了动员民族代表 进京官礼的工作组 周运南当时是境外乡的乡文书兼武装干事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苏里亚是布朗族投人 因为不识汉文胆子又小 硬是不肯答应出席 先是九月区里派很多干部前来劝书 起初还是不同意 后来我说 你能获得当一名代表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你不识汉字也不要怕 毛主席会教导我们 爱护我们 尤其是我们少数民族 他为了做通我们母亲的工作 专门帮到我家 他还住了一个多月 我母亲也给他说了很多话 就是说 如果你把他带走了 以后不回来 你怎么办 都订了活动了 说了很多 最后才气得 在工作组反复细致的思想工作中 苏利亚终于放下负担 准备去北京官吏 这个以茶为生 也以茶为最高礼节的民族 按照共茶的礼仪 向新中国献上了民族的赤诚之意 这那个老秤两斤九两 这个两斤九两都有含义的 两斤是双数 就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意思 九一个是四九年建国 还有一个是永久永久的跟党者 1950年9月30日 历经二十多天的周车劳顿 苏利亚和来自全国的少数民族代表 来到北京 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 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 各地少数民族参观团 和旨在画像里见过的 新中国领袖毛泽东 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 苏利亚代表布朗族 将亲手准备的茶叶 献给了毛主席 眼前的这个布袋 就是苏利亚当年杯茶 献给毛主席的布袋 上面清晰地写着 那桩千百支首摘的春茶 送给我们敬爱的毛主席 照片里的苏利亚十年三十一岁 她穿着毛主席赠送给她的中山装 在北京拍下了她人生当中的第一张照片 1950年10月1日这天 苏利亚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 与国家领导人 一起观看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对于第一次走出 芒景山的布朗族年轻头人苏利亚来说 不仅仅从威武的三军仪仗看到了新中国的强大 更在现代文明中感受到了强烈震撼 我父亲回来的时候 开那个民主团结大会 那就是把他上北京 看到毛主席 看到很多部队 看到祖国的发展 做一个传达 但是有三句话 我至今难忘 这三句话就是 只要我们跟共产党走 总有一天 那个公路会挖到我们这个山寨来 只要我们跟共产党走 总有一天 我们可以用神牛来离天离地 第三句话他说 只要我们跟共产党走 总有一天 我们会过上一个白天黑夜 都一样光明的社会 从祖国心脏传达来的许诺和愿景 让远在中国西南的布朗族人民 充满了改变的信心和勇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布朗族 还处于原始社会默契 生产方式落后 也没有出现阶级分化 云南省委省政府 根据新中国的民族政策 成立工作队 一点点摸索着 怎样帮助各少数民族建立组织 发展生产 像这个布朗 景坡 这样一些民族地区 在五二年的这个调查报告当中 就提到了 我们应该在这些地区 采取团结进步 发展生产 直接过渡到社会领域 与芒景山相距一百多公里的 云南省蒙海县布朗山 是中国布朗族人口 聚居最多的地方 一九五四年 受中共西双版纳 逮族自立州边疆工作委员会的指派 二十六岁的施宜西 经过两天的跋涉 到达布朗山 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协助部队建立区政府 更重要的是团结布朗族群众 发展生产 昆明疗养院 九十一岁高龄的施宜西 行动已经不是很方便 每天经历最充沛的时候 他总会翻看老照片 回忆起六十多年前 他第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为了解决布朗族最基本的吃饭问题 去政府大量发放救济粮 扶持生产 在内地兴起合作化运动高潮的背景下 云南省委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精神 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制定了积极领导 慎重稳劲的方针 在布朗山区开发了由原始社会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合作社试点 八十四岁的埃张应是合作社的第一批成员 回忆起当年种水稻的经历 他总是津津乐道 六月正是插秧的季节 今天的布朗族同胞早已习惯金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活动 然而在六十多年前 在原始森林里习惯了刀羹火种的布朗族 对种水稻充满不解和怀疑 面对这样的质疑 施以西和工作队同事决心用实际行动 改变布朗族同胞的原有的生产习惯 为了鼓励布朗族下山种田 工作队免费给下山的布朗族群众分发粮食 分羹牛 一看沫岸那个地方也够睡 还有些天然的记忆 说明过去大厨专的中午天 所以马上接着帮家和沫岸 但是问题在那里 福祉的卑生是穷人 没得吃 所以这些山西干草肺 马上粮食 放得都没 等下就包起来了 那时候我们干沙来 我才19岁 这时候我嘛 我爸爸嘛 我阿婆嘛 我兄弟嘛 两个 叫我们离田 叫我们家人 两次是用马帮拖来过嘛 利用布朗山下 歹族人原有的水田 施宜熙和工作队同事 很快开展起工作 1956年5月 由15户人家组成的 布朗山第一个合作社 取名为 嘎枪响昂合作社 意思是合作社 要像钢铁般坚硬 有力量 要把社相当的 就寻不饿了 施宜熙仍然保存着 六十多年前 全体社员在蒙昂坝上留下的一张 珍贵合影 他们不会离 连天更不会出 工作之后 十多个人 会离开得利得包 但是舍远一部分 干部一部分 就在你的劳动 一个合作社 十十多人 才十六副人 还有工作人员 二十五副 民族工作队 与合作社成员 同吃同住 悉心教导 一年的时间 布朗族很快就学会了 种植水稻 在合作社的带领下 第一年就开田三十一亩 收入翻了两番 布朗族人第一次 有了鱼粮 建起了粮仓 这张拍摄于 一九五七年的照片 社员伊坚柳满怀喜悦 这是他第一次 有了鱼粮 背着卖给国家 这事要是放在两年以前 他想都不敢想 因为那时候的他 还常常吃不饱肚子 为找不到粮食而发愁 水稻种植的成功 不仅让布朗族同胞吃饱了饭 更重要的是 打破了他们固执己见的 原始生活观念 亲身体会了 先进的生产方式 能够改变贫困的生活 在布朗山区政府的带领下 布朗山建成了第一所学校 第一家卫生所 修了公路 建了集市 人们再也不用翻山越岭 走百里山路去交换物品 布朗山的面貌 开始慢慢发生改变 做合作化道路 就是发展经济 发展文化 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素质 从五十年代 民族改革的过程来讲 中国共产党值得非常重视的一个经验 就是这段时间搞的政策 是非常恰当的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向神州大地 远在西南边陲的布朗山 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张家三队 位于海拔一千一百米的布朗山上 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不过一百多户的布朗族村寨 却拥有着七千多亩的 茶叶种植面积 老百姓更是靠着茶叶 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增云荣是蒙海县茶叶种植技术研究员 在大半辈子的茶叶种植技术推广工作中 二十多年前在布朗山推广 众植新茶叶的经历令他自以为难骂 他种茶都是满庭心中的 就是像天山的信心 不是现在的改革 新改革是带壮的 一带一带地做 到时是满庭心的 东一族新族产量是很低的 传说布朗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始 种植茶叶的民族之一 但千百年来 布朗族人依照传统种植的古树茶叶 很少人为干预 产量非常有限 只能供日常生活所用 或者与其他民族 进行少量的物物交换 并不产生经济效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为了发展茶产业 蒙海县政府专门成立茶叶办公室 大力发展和推广新茶园技术 曾云龙作为茶叶办公室科技人员 来到布朗山 他要做的是说服布朗族老百姓 采用新技术种植茶叶 开始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困难 因为是种了点茶叶 怎么会这么啰嗦 是这样想的 什么叫技术 什么叫科学 他们根本就不懂 育苗 挖钩 换土 栽培 当年曾云龙要推广的 新茶园种植就像这样 有一整套规范的技术 和田间管理流程 习惯古树茶自生自长的 布朗族同胞第一次知道 这样种茶叶 可以使产量成倍增加 就这里到这里五十公分 把这土挖了这么多深度 五十公分深度 然后这里这个土 一磨了这个土的 标筒就挖到埋到地上去 但是这个老婆心 不知道什么叫五十公分 就是以脚来说 就脚底脏 到脚乞丐 就是五十公分嘛 如果我要求五十公分 是五十公分到 你做不到 就是你要反抗地 重新要做啊 做个 才怕你嘛 一千年就买菜了嘛 买菜了一天 买土的鸡的鸡 这样 张家三队老队长埃洛南 是村里第一批 学会科学种茶的代表之一 那一年 他一家七口人 就种了二十亩新茶 靠着心中的茶叶 老队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盖起了大瓦房 购买了拖拉机 电视机 近几年 随着茶叶收入的稳定提高 老队长一家还盖起了楼房 日子越过越滋润 新茶园种植技术的推广 大大提高了茶叶产业 张家三队的面貌 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如今茶叶已经成为 布朗族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个只有一百多户的 布朗族村寨 因为推广新茶园的政策 富裕起来 我感动很大 因为我将近二十多年 没有来了 来到一个村子 面貌是改变了 你看整个村子草房 看不到已经了 全部是瓦房化了 后来一到看了 来到山山 山山这茶叶 我都想不到 有那么多面貌 中了七千多 平均满富四十多年 这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茶叶带来的经济效益 让布朗山有足够的资金 发展各项建设事业 漂亮的教学楼 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给布朗族的孩子们 带去希望 新茶园技术的推广 带给布朗族的 还不仅仅是财富 绝无仅有的古树茶资源 和现代的茶叶种植技术 让这个世代都离不开茶的民族 开始思考 怎样的发展 才能更加持续长久 现在在我们布朗族 我们必须走 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来保护 这是我们布朗族的 生产发展的一个 唯一选择 井脉山的翁基老寨 是一个有着 一千多年历史的 布朗族村寨 从2006年开始 中共蓝仓线委 对翁基老寨 进行整体改造 在越发便利的 现代生活设施中 保留着布朗族 传统民俗民风的建筑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来这里观光品茶 就是我父亲 在50年时候 给老伯姓说的那个东西 已经变成现实 老伯姓现在住的房子 都是漂亮的民族 五楼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电视电器 每家都有 七十年前 布朗族远在祖国边疆 鲜有人知 虽然有祖先留下的茶树 却依然吃不饱饭 停留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 原始社会默契 今天的布朗族 以独特的茶文化 享誉海内外 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同时 保持着民族特色 七十年的变迁 让布朗族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前所未有 他们更坚定了 脚下在走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